大家好,这里是宋叔新语 我们继续跟踪韩国LK99 这个识问超导研究的这个复现 今天凌晨做完视频之后 我就睡觉了 视频播放脸还是不错 是不是有大佬给推荐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现在我的观众 年轻人居多 这个我很高兴 我不希望全是一帮老头子在看 那现在就是多半天的时间 又有很多变化 那么现在看起来 在韩国历史上 第二或者第三位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就要诞生了 这个事可不是说夸大其词 因为随着更多的科研团队的结果出来 包括中国的 包括美国的 包括网上直播的 看出来 首先人家这个线路 人家这个思路 人家这种一种新的这种超导研究的方法 是正确的 并且不少的论文都出了结果 甚至有的结果 可能比原论文还要好 我今天又打开了 这个昨天我们说的这个 Space Battles 这里边就有个更新 说沈阳材料所 你看 沈阳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terial Science 这不是沈阳材料所吗 发了篇论文 说 他们做的论文 可以观察到这种超导现象的发生 我就找到了相关的论文 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的情况 就是这个Space Battles里边这篇帖子 这是沈阳材料所发的论文 他们就关于李诗培等人的这个铜掺杂 千灵灰石 生成的这个LK99 史文超导的研究 他们做重复实验 在这个重复实验里边 他们有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 那么同行评议 是科研究里边一个重要的部分 这里边 这位赖博士 他应该也是一位物理学家 叫赖俊文 他的研究领域 主要是超导 他在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工作 曾经在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析校 从事博士后研究 他这个研究成果 就包括对超导材料的研究 就是高分超导材料 那第二作 李江旭 也是一位中国的物理学家 现在也是在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工作 他的研究领域也是超导 所以这两位看起来 都是业内在港的关键的人物 他们在第一时间 以非常严肃的方式 做完这个实验 又写出论文 PO到archive上 那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论文 这个论文其实很长的 我把这PDF文件下载之后 我看到了最后的结果 我们就看结果 那前言里边也讲得很明白 就是说 我们用第一星的原语 研究了LK99 及其母体化合物的电子结构 就是以旨在产明 铜的掺杂效应 那当然很多了 对于我们门外汉来说 我们只是关心 这个图表和李诗卑他们做的像不像 这样他们做的论文啊 我看不出水平高低了 我觉得还挺规范的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他们认为情况是乐观的 他们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表现出啊 就是这个掺杂之后啊 LK99呢 可能会具有卓越的超导性能 这是中国沈阳的一家科研机构 对于LK99这个论文的这么一个认可 这是这是一篇比较比较我认为比较全面的论文啊 那第二篇论文啊 也是啊 也是一位美国的科学家啊 实际上是爱尔兰的 他在美国应该发的 他叫西尼德M. 克里芬啊 听起来像位女科学家啊 这位女科学家呢 他是一位爱尔兰的物理学家啊 他现在在美国劳伦斯波克利国家实验室啊 从事这个高能物理和凝聚态物理的研究啊 他在都布林的塞医学院的学习物理学 并且在2008年就获得了这个物理学学士学位 之后呢 他在伦敦帝国学院的攻读硕士学位 并且在加拿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呢 获得博士学位啊 他的研究呢 主要包括呢 超导体和自旋电子学的研究 那么包括现在呢 他对LK99超导体的研究 他写了一篇新的论文 就这篇论文 大家看到这篇论文了 也是上传archive了 那在这篇论文里边啊 我们也看结果啊 他结果里边呢 他结果呢 不叫conclusion 他叫discussion 讨论一下啊 讨论一下结果是什么呢 他结果证明呢 灵徽式结构呢 是一个独特的框架 可以稳定高度局部化的 铜的独特框架 那当然这些啊 都是继续翻译的啊 可能有点绕口 那最后呢 他认为啊 他认为呢 就是说这个置换效应啊 可能具有一些独特的特性 并且呢 经过改良之后啊 可能会获得 就是比原来的实验更好的效果 他主要是对这个结构啊 进行了一些有益的讨论啊 这里边他让我们看不太懂 但总体来说啊 这篇论文对于LK99 它是一个正面的评价 对他的核心的研究的这个 就是超导体这个结构啊 他起给的一个比较比较公允的评价 哎 这是啊 两篇已经上传的论文 哎 讲了这个 LK99啊 目前来说啊 就是比较正面的 一个篇中国的 一篇美国的 另外呢 还有没写论文 直接上视频的 哎 就是在B站上 我们看到的那个著名的 那个叫关山口 是吧 啊 关山口男子济师 哈哈 我不知道他搞什么的济师 看来他是烧结济师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实验 你看他们合成了这个材料 并且在这个材料到最后啊 他们还是有悬浮的发生了 你看到他在飘啊 啊 这是这个 呃 就是关山口男子济师 他在B站上po的这个视频 表明啊 他们L9啊 就是LK99啊 合成成功 并且验证了他的磁悬浮啊 那么这个关山口男子济师呢 他的真正身份啊 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后五号 以及博士生杨丽 他们在长海新教授的指导下 首次成功的验证 合成了可以磁悬浮的LK99经体 在史文下 所以这个经体啊 他悬浮的角度 他目前做实验呢 比这个李诗培 他们做的这个磁悬浮的角度更大 可能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无接触 超导磁悬浮 朋友们 历史性的时刻到了 所以这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个实验 合成成功啊 李诗培和金志勋 就是LK这两位兄弟 真的有可能干成大事的 他很有可能成为韩国历史上 第一位在本土上学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LK啊 这两位可是土壁科学家 用咱们中国话就是土博士啊 在本国长大的 没有在美国留过学 是吧 那这个情况下 他们能获得这么高的成就 实在是难以想象 但是他们越来越接近成功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是现在同行评议看起来呢 更多的人呢 是倾向于认可他们 当然这个还需要更多的实验 需要更大的大佬在后边背书 然后呢 在Science或者Nature上发表他们的论文 哎 那这个成果如果成功啊 我们远在4.6光年之外的 没错 阿凡达星球 他们那些土著人可以松一口气了 地球人不用到4.6光年之外 建个超级飞船 去掠夺人家别人星球的超导材料了 哈哈哈哈 最后给大家开个玩笑啊 当然这个事呢 我们也不能过度乐观 是吧 那毕竟啊 确实是 从合成工艺上 从各方面来说 看起来啊 它是一个很有可能能在短期内 投入工业化生产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要真出来的话 我觉得其实本在便利传输方面啊 会引起一个大的突破啊 那当然在其他行业也会有相当的突破 我倒是替LK这两位兄弟啊 有点担心 今天啊 我刚刚给一个比较知名的YouTube的翻译频道 叫阿卡书啊 它应该是一个韩国频道啊 它里边呢 都是讲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对韩国的评价 截屏之后呢 他们用一些这个用韩语给讲出来 我希望得到他的认可呢 做一个reaction 但是现在他还没给我回应啊 那这里边呢 其实就看到啊 有各种各样的担心 有他们自己的担心 这包括中国人的担心 中国人说哎 如果这样的成就在韩国出现了 他们一定保不住的 一定会被中国和美国给抢走的 说实话 我也有这样的担心 但是呢 到底怎么情况怎么样 因为这两位兄弟啊 之前啊 他们应该说筹谋已久啊 不光成立了公司 还注册了专利 这个事对于谁来说好事呢 对于超导行业来说 也是一个超级好的事 那些正在进行超导博士研究的朋友们 一下就会松口气了 就光进行理事杯相关的啊 这个千丁挥师的相关的研究啊 掺杂这个掺杂这个是吧 都能让他们顺顺利利的博士毕业 甚至呢 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嘿嘿 这就是LK99啊 对我们啊 今天以来最新的变化啊 那么今天晚上会不会新的变化呢 我们还会跟踪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